各位迷迷朋友好 又是我Kenny 雷文 跟大家吃一些马场花生 看看有没有骑链波咪 跟大家速步速步 虽然有些大赛 暂时还未跑 但也可以做一些寄传 看看到时明星马出来 他一路以来的备战如何 骑链波咪访问又如何 大家可以先做一个记录 一路跟进下去 看看有没有投注价值 各位未看片之前 可以给手指公按赞 不要论识你们的手指公 鼓励雷文继续为大家 提供一些实用的赛马资讯 可以考虑加入小弟的 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去支持雷文继续为大家提供实用赛马资讯 说到我们莫雷拉 刚刚开始赢回马 但之前 骑士王都连输了很多期 好像有些流之以待的感觉 现在不过不过跑马 都去到五月中旬的时间 只剩十几次的赛事 潘顿一路不断杀上来 莫雷拉就好像有戏 没有订头那样 但其实我们琴七打八 莫雷拉 为什么琴七打八 一场马摸这只 鬥那只 那只 那只 还不是琴七打八 七琴七中 七色狼下集 但他手上也认真是多恶马 好像赛若翰 有些姓德威风 以及速帝奇兵 这些 側身潜藏未见底的分子 都是落在莫雷拉的手上 而除了赛若翰这只大水猴之外 现在在欠账冠军练马斯的方家柏 也是莫雷拉其中一只大水猴 打给冠军马那只叫做达心星的 这些明星赛区 都有很多都落在莫雷拉的手上 看看随后还有余下的赛事 这些质身份子在上阵欠一些赛事的时候 即是大赛 杯赛那些 看看莫雷拉又会不会醒神 又反弹回到潘顿 之前潘顿都说过 我要欠冠军骑士 其实很难 潘顿就这么说 他说现在大马房 前领马房 大部分的马都被莫雷拉 立了来骑 他说潘顿只可以说是尽力而为 其实潘顿都得到 沈集成的支持 大部分沈集成博的马都是交给潘顿 而沈集成和罗富泉 其实都是联马斯头的五名之内 联马斯龙虎榜又追到气来气喘 骑士龙虎榜更加上演一幕 似乎有反级之势 今天莫雷拉 曾经去做一些 赛区做一些 试集功夫 也有波麦的情况出现 这些都是一些稍后时间 都会参加一些大赛 高奖金的赛事 更加牵涉到一些明星赛区 今早莫雷拉先后 又为了这一只 方家柏打给冠军马的达心星 以及赛若翰那只快递 速递奇兵 这两只马都试了 两只马都试了 究竟莫雷拉试完习 有什么说 究竟被战的部署又如何 这两只马试的习 其实交到的表现都不错 方家柏之前也有波麦 就关乎这一只达心星 方家柏就说 一早就已经赛了 狮子山錦彪 什么时候举行 狮子山錦彪 是5月30日 即是在这个月尾 就会举行 这一场都叫做三级赛的 狮子山錦彪 在5月30日举行 莫雷拉试完方这一只达心星 跟传媒朋友拼麦 说一下他操这一只马的感受 和这一只马的进度 方仔也会有一个拼麦 稍后时间再说 先说我们万人迷 琴七打八 莫雷拉又说什么 他说达心星的试集 表现得很好 还有最重要 马就是要救健康 他说他跑完打比 赢了大赛之后 一路就已经给这一只达心星 有个小优 他说这一个小优 似乎对达心星来说 是大有帮助的 他现在很高兴地 可以拿到这一只达心星的税拳 有这一只座騎 他试完货集 他评价就是淘宝买东西 给个赚他 现在他的状态是很好的 听完练 骑斯 莫雷拉 煮碎 达心星的拼麦 其实方家柏 当然都有到场 这一只 都是方家柏 里面的其中一只招牌作 这一只达心星 方家柏也是给个赚 哎呀 那些咖喱仔都去淘宝买东西 他说 其实达心星现在状态都很好 进度 一切都是预计之中 都是理想的 他说 一如他们一早预定在月底的赛事 定了个计划 赢完打比 一早就已经决定给达心星小优 现在新鲜感 达心星都有了 他说再加上表现都不错 那今早呢 究竟为什么要将这一只达心星 开头没什么走势 他说 今天他就是想让他放放松松 轻轻松松地跑 所以他就交代给了个招牌 我们的万人迷莫雷拉 早段就让达心星顺其自然地跑 末段才轻轻吹拆 让他自己涌上来 方家柏说 那达心星就跟着这个命令 就做得到这个指令 他说 其实现在你说严格来说 他距离最好的状态 是未到的 他说 最好就让他再轻轻松松 快跳多一货 跟着在赛前再做多一货快操 他说预计到达心星的状态 到时去到狮子山这个锦标三级赛 就会去到顶峰 至于上次赢完打比 都算是2000米 今次又一缩 又缩回来1600米 看看方家柏怎么说 方家柏认为 其实1600米都适合他发挥 事实上 其实说真的 一开始他打比 大家都想着他未必是2000 现在又担心他1600 他说事实上 他都很期待 这一场三级赛的 狮子山錦标 他说今次 就是对这一只达心星来说 就是最好的一次 真真正正跟连长马去套 去套 高分那些 他说他相信当天 叫做高分那只 叫做家应之星 就会参赛 他说所以 如果达心星 如果家应之星参赛 他就可以背个轻榜参赛 他说到时 才可以见到 他跟真真正正的 顶班马 达心星 对着那些 跑惯跑熟的 老江湖 真的 摑下去的时候 表现是如何呢 他说 如果一摑下去 这只达心星 真的可以赢出这一场 三级赛的 狮子山錦标呢 而可以保持到 佳态的呢 他的目标 就是将来 赢下去明年 十二月的大赛 今天十二月 阿茂都知道是什么大赛 看看方家柏 莫雷拉 我们跑马 就出牌位 才去研究 其实骑练那方面 功夫 目标 就已经是看着 明年十二月的事 至于说到 莫雷拉的另一只 大水喉 赛若汉 手上有一只 叫做 速帝奇兵的马 之前 赛若汉也有个 拨咪 就说 这只马 现在这个分数 就不跑班制赛了 直接 就是 就是赢下去 这一个 吸制赛的赛事 今早 这一只 速帝奇兵 在第二组 黎地市集 就赢了 回来 莫雷拉 也有一个 咪 关乎他 对这一只 赛若汉的速帝奇兵 试完货集 你有什么感受 琴七打八 莫雷拉 他说 这一只马 真是与众不同 对 好像 与众不同 他说 我都说过 对传媒说过 我已经有很久 没有给到有匹马 令到他有感觉 就是觉得这匹马 是特别与众不同 他说 事实上 赛若汉 叫他 交代他 试集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用力 去对着这一只 速帝奇兵 要留大赛的时候用 最重要的是 要留力 去跑5月23日的沙田银瓶 因为速帝奇兵 赛若汉 已经安排了 5月23日 就会跑12米三级赛的沙田银瓶 所以 试集 不要用他那么多力 这个访问 其实是14日做的 23日 即是一个星期之后 一个星期之后 就会举行 莫雷拉就说 他刚刚跟着赛若汉的 命令去对付速帝奇兵 他说 这次 再加上 这个速帝奇兵 一直都放在前面 所以 这一集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速帝奇兵 练一下 跟着马来跑 看看他 可不可以去追 这个意思 他说 看起来 这个速帝奇兵 这个跑法 对他来说 都很投入 他说 一去到直路 这个速帝奇兵 对莫雷拉 一怒下去的反应 就交出强劲的反应 他说 莫雷拉就说 我甚至乎 要撑住 这个速帝奇兵 不想太浪费他的气力 但是 这个速帝奇兵的反应 都是比较上 是很想去走 他说 我不想浪费他那么多力 影响到他 对着这个 沙田银瓶 1200米3级的赛事 怕他会用了力 影响到他真正落场的发挥 莫雷拉就对这两货集 包括 蔡若翰的新星速帝奇兵 跑沙田银瓶 以及打比冠军 方家拍马房 会跑狮子山錦标 这一对马的操练备战情况 各位按一下手指公按一下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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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